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惊吓的一番话引起了在场众人的窃窃私语 众人接道 陆少夫人所言甚是 若是报纸上所言真实 陆少夫人又怎会出现在这里 惊吓见众人动摇 继续道 这是其家的障眼法罢了 他们故意散布其路两家联姻的消息 引起军心动荡 借机扰乱我军心 大家莫要动摇 今日我在此承诺 我会与陆家军同进退 直到打败其家军 废除君主立宪制 还百姓安稳地生活 共创民主自由的社会 在今下一番激昂慷慨的演讲下 军中众人不再有所怀疑 心逐渐地安定下来 今下安抚军心后 宇兰清玄等人再一次回到了大帐之内 他面色略有些沉重 不似刚才那般轻松 对杨岳 谢霄道 大杨 谢霄 去查一下军中的报纸 是何人传播起来的 他猜测到 其家会故意将这个消息泄露出来 但是军中不可能无缘无故 多了这么多份报纸 事出反常必有妖 经过杨岳 谢霄的一番调查 发现报纸是一个叫做张怀德的男子 传播出来的 杨岳对此人的身份 又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发现他是之前胡将领的远房表兄 昔日叛徒之亲 如今又在军中兴风作浪 目的不言而喻 今下让杨岳 谢霄将此人带到了营帐之中 历生问道 你可知背叛陆家的下场 张怀德自然不认 狡辩道 少夫人冤枉属下了 就算给属下十个胆子 属下也不敢如此 今下冷笑一声 阴狠得道 我既然派人将你抓来 便是有了确凿的证据 容不得你狡辩 张怀德依旧不死心地回怼着道 少夫人口中的确凿证据 便是那些报纸吗 欲加之罪和患无辞 属下不服 今下冷哼一声 翘着二郎腿 邪魅的一笑 我不管你服不服 我认准的事情 便必须执行 张怀德见今下谋色间露出了杀气 心中方才害怕 颤抖得道 没有证据 你怎敢乱杀无辜 就算都军大人在此 亦不敢如此猖狂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今日 掌管军营的是我 你拿都军压我 你觉得我会怕吗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就算你不是叛徒 你在军中散布谣言 扰乱军心 此罪亦当诛 我何时散布谣言 报纸上的消息千真万确 我只是不想军中兄弟受到你的蒙蔽 我现在怀疑你趁着少帅 以及都军不在 意图串谋夺位 以报当日原家被灭之仇 张怀德企图混淆视听 让众人误解今下 今下眯着眼睛 危险地看着张怀德 突然 他嘴角微微笑了笑 快速地向他制出一根银针 张怀德想要继续误导众人 却发不出声音来 看着他呜呜地叫唤着 今下冷哼一声 我没有时间听你狡辩 大阳 将张怀德拉到重将领前 枪决 我亲自执行 今下当着重将领的面 宣布张怀德背叛陆家军事件 当场枪决 杀鸡锦侯今下意想要借此事在军中立威 他心中清楚 虽然重将领称呼他一生少夫人 但是若是真正到战场之上 他们定不会服从自己的指挥 想要赢得这群士兵的认可 那么必须要拿出真本事 众人看着这位雷厉风行的陆少夫人 杀伐果断 刑事作风简直与陆少帅如出一辙 众人纷纷对其肃然起敬 不敢再蔑视半分 众人纷纷对其他人